8月11日消息 自3月以来朝鲜领导人访华后,到朝鲜旅游的人数暴涨,截至8月初,近平壤一天接待2000人,虽然2000人在中国来说不算什么,但对朝鲜这样的冷门国家,完全是不可想象的,甚至超出每朝鲜旅游员的承载能力。 火车票,一票难求,酒店人满为话,号称全球最危险的旅游景点,板门店每天都充满着中国大妈的话声笑语,让板门店的严肃性和敏感性不翼而飞。 就在朝鲜旅游业数前数到手抽筋的时候,他们突然发出通知,我们的酒店需要维修,暂时打烊了,虽然朝鲜酒店算是关门歇业,但不影响中国游客的热情,因为到朝鲜旅游,别有一番滋味。 这个国家跟乌克兰一样,盛产美女,而且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观,他们思想单纯,长相清秀,再加上朝鲜的保守环境,成为吸引外国游客的一道风景。 朝鲜开放旅游后,不少中国人前往,大多数中国人会选择平二次添游,朝鲜工业落后,生态环境没有遭到破坏,物价也不高,普通人工资也很低,一个月大概就百块钱。 而中国游客到了这里之后,出手非常阔绰,完全能体会到当大款的感觉,有的中国游客一次购物可能会花掉数千元,这就相当于朝鲜人一年的收入,所以很多朝鲜姑娘都觉得中国人特有钱,非常羡慕中国人,这种被人当作富翁的感觉特别爽,是中国游客来朝鲜旅游的原因之一。 不过,到朝鲜旅游,需要遵守朝鲜的各种规章制度,而你需要做的就是,用眼睛去观察这个国家。 到朝鲜旅游的游客,中以中国人绝多,每年达到了三四万人,一来到朝鲜进行怀旧,二来到朝鲜旅游,花很少的钱就能享受高规格待遇,住宿一般都会安排在高级酒店。 基于这些原因,朝鲜这些年来大力发展自己的旅游业,在2014年专门培养旅游人才和专家。 同年六月朝鲜还将八个行政区对外开放,另外还在旅游区设置了民用机场,修建了一批高级酒店。 由此旅游也成为了朝鲜政府的财政来源之一。 从一些报道看,朝鲜还把从旅游业赚来的钱用来创惠和扶贫,但是由于朝鲜旅游业的承载能力有限,包括交通和住宿的旅游基础设施严重缺乏,而且只允许团队旅游,限制个人旅游,对旅游区有严格限制,使得很多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。 所以朝鲜旅游业能否发扬壮大,关键要看齐政府的决策,对于朝鲜来说,旅游业不仅是赚钱的工具,还是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交流的一种方式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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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